就在两人走入望州林的时候 旷野千米开外的地面突然冒出两个人影 浑身粘着粘土的修饰修为达到八级 穿着与地表同一颜色的土黄长袍 此二人长相极其猥琐 瘦小枯干 倒是眼睛比牛童还要大 望着入林的陆臣和金修 两人对视一眼 旋即阴瑟瑟的笑了起来 半晌过后 云中东城门脚下 苗泽和赤仙 魏统领刘晴四人一并走出 三公 残道传音过来 玉湖和金修已经进了望州林 姚泽华贵的外表透着那么的阴狠 猙獰的笑道 赤仙火红的头发撩起 一双带着赤燕的双眼直视着望州林方向 问道 指法队和成为首的人撤走了吧 魏统领冷声回答道 放心 今天那望州林都不会有人了 望州林靠近云中城三十里范围 归属云中界管辖 云中城卫军始终在望州林的西部 安排人手防范先寿和异族修士 望州林虽然不限制厮杀 多半云中城的修士 如果在望州林迷路 都会请求云中城卫军救回的 魏统领掌管成卫军 撤走所有人无非不想事情败露 招惹雪阳宫 从这一点来看 此次暗杀行动就做得极为周详了 赤仙满意的点了点头 一股凌厉的杀机从身上散发出来 嗯 小子 通知林中诸位道友 密切注意欲乎动向 我们现在就过去 所有人到齐了就动手 云中城 六元铺 好老板心不在焉的坐在铺子里 傻呆呆的望着天空 空间的双眼暴露了他现在神游物外的心思 显然没在自己身上 不知何故 那张苍老的面孔上 蒙着淡淡的阴霾 似乎在为某事烦心 诱惑交迫 给人一种如坐针毡之感 过不多时 一名俊朗的公子从阶尾慢慢浮现出身影 他的出现 令心思远在他方的好老板顿时神魂归翘 豁然站起身来 直视着那远百阶尾的公子 仅仅是一瞬之间 那公子突然消失 好老板只觉眼前一花 公子颠覆了空间的规则 诡异的出现在六元铺柜台前面 好老板并不惊讶 反倒有着赞许之色 不愧是六魔海九次轮回的高手啊 黑风 公子神色肃杀 凌厉逼人 打眼瞧着好老板 语气叮冷的 一个消息就一万千十 你真舍得 我虽不缺现实 但没理由如此便宜的买卖不做 消息打探到了 带领人是铁绿门瑶泽 耻仙蒙耻仙老大 成卫军卫同僚 锦玉军刘晴也有参加 其余的人都在这支预简里 你自己看吧 折耻 公子不是别人 正是伤和缓口中提到的那个折耻 六魔海九次轮回 成天地大劫的高手 好老板表情严肃的把预简接过后 扔上一袋鲜石 打开来一看 神情默得变得惊讶起来 三十六名八级高手 余虎那小子麻烦了 这这事啊 这件事你 你 好老板抬起头刚要说什么 发现那送信来的折耻 已然拿着鲜石 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好老板瞳孔一缩 面色冰冷 出去不声不响关上了铺门 而后离开了青荣大街 哦 闪电雷霆交错着滑下 望周临上空乌云滚滚 唧唧声响雷过后 砂锅大的雨点 破开云雾 从九天之上 倾盆泄了下来 大雨滂沱 雨点沙沙打在 稠密森茂的树叶上 掉下来的豆子与猪 毁成银木般的水木 流向大地 天地间 煞石被云白的雾杖笼罩而起 剩下的夜晚 多了一场暴雨 望周临内更加显得阴暗 漆黑 这种天气下 连仙兽都不愿意出来觅食 多半躲在洞窟里 休养生息 而在深山老林 却有两个落寞的身影 神色轻松地 走到湿滑向上的山体斜坡上 这两人正是露晨和金修 露晨用法力 撑起一件足够将两人的身子 完全遮蔽起来的青色长袍 袍子的四脚被铸满了仙力仙刚 变成了一道人造的屏障 随着露晨和金修的步子 缓缓推进 唉 出门的时候没算皇历 遇到这样的鬼天气 露晨一边走着 一边长叹 山间路滑 虽然对修仙者的他影响不大 但刚刚被赶出云中城的不分心情 还是有些影响的 金修没觉得什么 甩了甩袖子上的水珠 说道 周然 不如找个地方 多多雨吧 望周林四周外围的仙兽实力不强 也就在四级左右 对二人没有任何威胁 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也相对轻松 而金修一年多来跟着四秧 常常在望周林混迹 对周围的仙兽分布也极是了解 远比露晨这个愣头轻强多了 露晨点了点头 说道 唉 那好吧 反正也不急 你带路吧 金修挨了一声 转着身子 眺望四周 随后 顺着右前方某处行去 露晨在后边跟着 前面是一个山体的斜坡 满山的荆棘和树木生长着长达数寸的尖刺 地上还有不知名的三级虫蚁 蜈蚣类的仙兽使而会破开土层钻出来 然后逃到树荫下相对干燥的土中栖息 对此 露晨和金修视而不见 三级的内单 两人可看不上眼 走了一会儿 终于来到一株粗到需要七八个人才能围住的巨树下停了下来 圆顶寺的树棺足够大 把庞陀大雨挡下大半 算是碧雨的绝佳之地 露晨和金修分工合作 找了些枯枝 由于被雨水浸泡了一会儿 不易点燃 但在黑煞星火之下 这些不是问题 剧长燃起暗金火 点燃了一堆老高的柴火堆 熊熊的火势燃烧起来 树下几张的地方开始升温 仙者虽然不惧严寒 但需要以法力抗衡 那是消耗法力的 不管多少 在没事的时候也不能乱用 露晨和金修做完这一切 便收回了法力 抱怨守缺 沉心修炼 回复了本尊之后 露晨不再时常会感觉到饥饿了 只要需要修炼法体的时候 才会变成包尺的样子 大肆进食一番 平常把包尺收回体内 作为第五句法体 慢慢修炼 而有了元神这种东西 露晨每次都将元神 分成若干不等的九份 分别提供元神修炼 当然 包括本尊在内的八大元神 都是相等的 只有包尺分的相对多一些 露晨可不想一天三顿 每顿需要吃上树头鲜兽 才能满足包尺肉身力量的提升 当然 就眼下的状况看来 包尺的实力最为强劲 同样是七级列前境下的法体 包尺拥有大涅兽神诀 三十一种上古仙术 威力远超本体 在不动罗侯宫的情况下 露晨的本尊都不是他的对手 而就四央近三天来 对露晨实力宪法传授的举动之下 露晨也明白了 身为仙界中人 许许多多他还不知道的秘密 幻变法体 身为天仙 自然可以以法体形态出现 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法门 可以以原神形态自主修炼出法体 不需要任何媒介 不同于下界修士 吞噬古神法体 成为法相真身的神 这种法门 可以任由修士 自发凝聚出法相形态 五官容貌 根据先觉的特点 自行变化 所以称之为幻变 之所以教授给露晨这种法体 是因为四央觉得 露晨体内的另外四大原因 除了本尊为土之外 还有煞火没有得到法体 另外两枚原因也无形态 日后还是需要完善的 露晨沉思中 将自己的大眼先觉 并无隐瞒地告诉了四央 出乎他意料的是 无所不知的四央先尊 也不知道这门先觉的来历 但足够让他惊讶了 四央告诉露晨 可以对照五行法体 六道法体的目标去修炼 比如露晨现在拥有雷王 木 冷寒 水 跨盘 金 三大法体 本尊为土 却不修土觉 可以选择一枚原因 将火融入其中 土 再寻以先觉 露晨曾问自己 以修一门大眼 还能修别的吗 四央的回答是可以的 以四央的见识看来 大眼先觉 无非是一门洞开子府的仙术 算不上任何土纳的法门 修成之后 无分境界 会成为修饰自身的一种法门 也不需要施展 不备威力 他的威力 就藏在已然洞开的子府原神中 原神强便是先觉强 所以 露晨还可以让本尊 修炼天机土树 露晨听后恍悟 这样一来 自己等同于拥有四大五行法体 日后慢慢琢磨 思扬交给自己的幻变法体的法门 可以让黑煞心火独自拥有一句法体 而如此过后 正好还能容下四句法体 包尺分明就是妖界一脉的传承 得记大孽兽神诀 是露晨迄今为止 能够修炼最完全一套心诀的最强法身 不再需要完善 按部就班便成 鬼单为阴修 出自鬼界 幽明诀只是一门土纳的法诀 还可以找到真正的鬼修法诀修炼 像包尺一样的整套上古修炼法门 另外两枚至今无觉无法体 四阳建议 陆尘去佛界和魔界看看 是否能够让五行六道完备 神念收敛到石海的陆尘 此刻体表正燃着淡淡的火苗 他的整个人像一团火炙烈的燃烧着 黑煞心火回归子府 随便找了一枚元神开始融合 这种幻变法体的法门 拥有独门的口诀 并不如何困难 很容易找到窍门 可黑煞心火 就是无法融入到元神当中 成为专门的法身 再接下来陆尘就苦恼了 煞火一切如常 可就是无法变化成实质性的法体 怎么会这样呢 陆尘不禁停下调息 按四阳的话来说 换遍法体有口诀就可以了 自己选的法体形态 跟本尊是一模一样的 应该不会太难啊 又试了几次 依旧如故 陆尘不禁开始怀疑四阳的话来 正苦心琢磨着 天地间气势为之一变 澎沱的雨势突然受到空间某种波动 凭空滞留了一下 随后才继续下了起来 陆尘心中一动 心生不详的预感 金修 陆尘不敢出声 微眯着眼睛 四下环顾着 用神念传音秘法 传音金修 金修醒过来 一会儿的看着陆尘 问道 周人 怎么了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陆尘声音低沉的吓人 六字杀绝不由自主的运转起来 杀神进地领域正悄悄的散开这四周 金修以陆尘的话 从未有过怀疑 听到之后立马抽出金刀 守在陆尘的身边 严阵以待起来 陆尘的神念和气强大 煞到煞磨席卷而出 顿时将整片树林 方圆百里地覆盖起来 神魂一动 便发现在不远处的地下 有着两道压制到极其微弱的气息 反馈到石海当中 何妨数呗 还不现身 君雷去 不由分说 陆尘抖手祭出君雷刀 分刃画影 君雷在出手的瞬间 分成两道微薄的雷光刀芒 朝着远处地下射去 砰砰两声响 不等君雷射置 两道身着土黄色道袍的修饰 破土而出 站在左右两端的大树上 赫然是两名长得跟雷公似的人物 左边瘦笑枯干的道士 抱着大树凝笑不已 不愧是银顿杀手银杀 果然激情 你是何人 陆尘眉头深锁 陈生问道 这时候 他只离开了云中城 不足三个时辰 来人能够认得自己 肯定是云中城的修饰 但见此人修为 赫然是八级妖仙 两人同时抱着抱拳 从树上飘然落下 残功残道 清晦了 没听过 陆尘站起身来 胆知两人来意不善 加倍小心起来 两位跟着在下 不知有何贵干 此刻 君雷刀飞回到陆尘手中 刀尖处的光芒 还闪烁着紫色雷光 陆尘的右手握着 另一把君雷 蓄势待发 残功残道 直视着陆尘手中 两柄君雷 眼珠子差点没跟着飞出去 露出极其贪婪的神光 残功道 不干什么 平文银煞手中君雷 威猛无匹 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 最想借来玩玩 借 哼 抢才对吧 陆尘痴痴的笑了一声 残道操着一口公鸭嗓 笑道 随你怎么说 叫出君雷 我等便放你离开 想偏你吗 金修勃然大怒 提着金刀站到前方 杀手金修 几片金魁 那残功不屑冷笑 眉毛微调 说 当然不仅我等二人 于胡 你不知道你在云中城 得罪了多少人吗 想从容离开 想得倒霉 出来吧 残功突然爆喝一声 树林中涌现出三十余股强大的气息 与此同时 一道冷剑发出刺耳的锐笑声 从身后破空而来 那冷剑带着非比寻常的气势 树林中的大雨都受到影响 纷纷结成冰片 在锋利的剑锋带动之下 直指陆臣和金修而去 退 陆臣大惊失色 于金修一左一右 暴退数掌开外 剑锋贴着陆臣的脸颊滑过来 带来火辣辣又冰寒刺骨的痛 八级羞辱 两人各自退开树杖后方才发现 自己二人已经被整整三十七人 分别包围了起来 就算玉瓦空间都休想在短暂的片刻 将金修收进去 看着一个个比二人要强大不少的高手出现 陆臣的心顿时沉到了谷底 只见在人群后方 一个熟悉的女子身影 随同一名红发老者 徐徐站出 那女子阴狠的目光 无不透着毒蝎般的光芒 玉虎 没想到吧 你也有军天 女子出声道 妖子